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8月24日晚 零時十分 將溫暖留在你心 今天到了凌晨四分 今天晚上和大家做 我想看到不同市區的人都會看我的節目 所以我不介意夜的 希望忙完一天之後 可以晚上專心去搜集資料做節目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桑普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每月定額付費支持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贊助課金支持本人 希望大家 我說到大家都能夠做到 還有看完影片 看完廣告 今天講美國大選 繼續講Follow up 這個這麼重要的題目 我想去到11月5日 甚至去到下年的1月20日之前 這個成為一個 是橫貫了這幾個月重要的 全世界的政論人都會講的新聞 當然最近要講的題目 當然DNC 就是民主黨全國大會 這個民主黨全國黨代表大會 基本上是要推舉 這個Kamela Harris成為了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這一點大家看到已經順利做到了 這個民主黨的民主黨代表性 我非常有疑問 基本上你不是通過一個有效的初選去產生 而是用一種所謂的大家 陰典禪讓的方式去做 不免有非常大的疑問 我先不講這一點先 最終都要由美國人民 最終決擇 究竟你要選 Kamela Harris 和Tim Walts做政府總統 還是選 Donald Trump 和J.D. Vance做政府總統 那這個當然要接受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的考驗 那當然啦 有沒有些幽靈人口 有沒有些根本上已經死了的人 他州的人 甚至不是美國公民 都可以成為了美國的 本身的選舉的人呢 就是去投票的人呢 另外就是說 郵遞投票 會不會辭交的又算 之後點票的系統會怎樣呢 再加上一個更加問題就是 No photo ID No certification of nationality Citizenship 那這些情況又怎樣算呢 那這個就是一直考驗到 整個美國 各州和聯邦法律的地方了 這個我不免是有戒心 擔心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支持Donald Trump 或者支持任何的人 他們Win Big 那否則呢 很多的爭議就會隨之而來 我是很不想這些爭議會發生 那無論如何 看看DNC 這個 這個 我們知道Kermit Harris 接受民主黨提名 此言 要成為這個 全民總統的話 那就根據中央世界報道 台灣中央世界報道呢 他已經接受了 這個民主黨的提名 成為總統候選人 他向質疑是否要將票投給他的共和黨人喊話 他說自己會成為所有美國人的總統 這全部是假大空高大全的說話 一句到尾 他的中國政策是甚麼 他的經濟政策是甚麼 能源政策是甚麼 他的性別政策是甚麼 他對於我戰爭怎麼看 對於台灣怎麼看 對於中國怎麼看 完全沒有交代的 是基本上沒有交代過的 我們要的就是一個交代清楚 現在距離真正的選舉 11月5日只有七十幾日的時間 你還沒有清晰的政綱 很荒謬 特朗普的團隊 你批評他甚麼都可以 人家有清晰的政綱 60%以上的關稅 所有中國貨 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 跟著呢 中國汽車如果墨西哥生產 交美國100%關稅 OK If you bomb Taipei We will bomb Beijing 台灣要加保護費 才換取美國的保護 這些基本的原則 是他講了 你支持與不支持都好 這個就叫China policy 但是Kermit Harris是甚麼呢 一個大問號 他有講過要廢除中國的關稅 這個才是我們最得人害怕的一件事 他沒有講得很清楚是怎樣做 所以呢 很多的人不斷吹捧他 就好像一班 我覺得是stupid folks 你基本上是stupid 你都不知道自己支持甚麼 你心裏面就反Trump 所有不是Trump的事情 全部人都支持的 這個腦筋是有問題的 是不是 CNN報道呢 這個Kermit Harris 在接受提名時說 我知道今晚有抱持 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在看 我想讓大家知道 我承諾成為所有美國人的總統 大家永遠可以相信我 會將國家置於黨婆婆過人之上 他說 維護神聖的美國基本原則 由法治到自由和公正的選舉 再到和平的權力轉移 我將成為一個能讓我們團結起來 實現最宏遠志向的總統 以及一位善於領導 善於傾聽實際務實 通達人情事理的總統 始終為美國人民而戰 這個人一生的抱負 我只是問一個問題 現在的執政情況 你滿不滿意 有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你說沒有問題的 非常好的 鳥語花香的 那你想選這個總統 那你想要達到什麼的政治理想 去維持現狀 是不是 高通貨膨脹 大量的非法移民入境 你說是小問題 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認為有很多的問題 或者現在若干問題要你解決 為什麼三年半 一千三百多日 你做副總統沒有去解決呢 當拜登現在這個廢登 要求你做一個邊境沙皇 即quot and quot 邊境沙皇 就是說你去寫一個報告 和提出建議 如何面對美麥邊境 大量的非法移民 最後美國的問題 那個root cause是什麼 根本原因是什麼 是你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做了之後 有什麼改善呢 哦 一天呢 不可以超過幾多的非法移民 或者一段時間 平均每天 不可以超過幾多非法移民 一超過就會關閘 基本上都沒有關閘 但問題就是說 非法移民原來有quota 殺人有quota 強姦人有quota 走私毒品買賣毒品有quota 連非法移民都有quota 是否這樣呢 怪不得知你在加州做檢察總長的時候 有proposition 47 你是見怪不怪啦 喂 950元美金留下那些 偷搶那些東西 是犯法 但是你不起訴 那些shoplifting的小罪 misdemeanor 小罪 但是你不起訴 這幫左家批評 右派說950元那些是無罪 其實不是無罪 是有罪 但是小罪 但是你不起訴的嘛 那你說不起訴 不是跟這個加州檢察總長無關 是跟各個郡 各個市 的每個檢察的單位有關 是 但 you said nothing 你完全沒有做任何的工作 明白檢察看你就知道是一條邊的 檢察當然是獨立 但是他跟法官的獨立是有不同的 Attorney General他的獨立性就在於說 每個人獨立辦案 但是上面要交代的政策綱領下面要緊跟的 這個跟各級法院的法官是不同的 那些叫司法獨立 檢察有的獨立是比較狹窄的 他要受到上級的這個檢察總長的指令所做的 所以叫Attorney General 統合每個叫judge general 沒有這件事 是叫Attorney General 所以他絕對被能夠支持著 協助著著這種法制去做事 不起訴 微醉不起訴 結果呢 大家用計數機進入這個 佇務市場 撻完東西之後 捉不到的 沒事 代代平安 捉到的 吐了那筆錢出來 又擺平這件事 代代平安 即是你基本上捉到的 吞一筆帳出來 又不用坐牢 捉到的 那就不幸 捉不到 那就代代平安 個個都要偷去搶 這個情況是非常可怕的 即是以前電影小丑的情況一樣 那你說這個跟Kamela Harris 完全沒有關係 I don't think so 他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絕對有縱容之惡 這個肯定 好了 這些完全不說 他極左派 搞了203幾年 要全面綠能 跟著發强 我想你知道這些人 完全是將美國的能源的 resilience 和所謂的安全 至於非常脆弱的地位 再加上你看經濟上 原來你要補貼 來換取減低通貨膨脹 我問所未問 他懂得經濟的 還要學侯友宜的招 25,000元美金 給你去首扣族 可以給你買東西 補貼地產商 或者建建那些 好像建公屋、居屋那樣 但問題就是你這樣 要不然繼續促進通脹 所以左派的這些所謂 准馬克思主義 或者准共產主義的這種想法 是甚囂塵上 美國是有共產黨勢力的 甚至共產黨藉著後現代主義 Michelle Foucault那些所謂性別 所謂環保 所謂種族 作為替代階級 成為鬥爭工具 需要批判種族理論 批判性別理論 甚至原始的環保主義 希望大家像林超英一樣 吾吹冷氣 大家去到森林生活一樣 他們想的是這樣的 覺得自己是罪人 對不起大自然 自己要懲罰自己 要人人都是如無飲血的生活 不用火、不用電、不用水 他們的境界是這樣的 所以我就說這班人走到極端 會瘋了 而這種瘋了 基本上是stupidity 平庸之惡 除此成為惡 就是它由愚蠢、平庸、惡 是串在一起 為什麼我對左派一批評這麼重要 是因為根本上他們這班是stupid的 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的常識 他們有的只是讀了一些 康德、克格爾、馬克思、尼彩、宿本華 海德格爾 然後吹吹吹吹吹吹吹 這些我以前都讀過了 然後他就說你講哲學你不懂哲學 我認識過你 我班門弄虎 我才是專家 我就對這班人說三個大字 收皮了 我才這麼說 他們這班人stupid的 因為他們可能讀很多書 但基本上都是stupid的 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我就說 唉 你完全不抱著一個基本的 放寬的心去看一件事 捉住少少的東西 就以為自己懂很多東西 就是很多人害怕的一件事 好了 我才不批評那些人 那麼Kamil Harris有這樣的說法 那是不是等於他就坐定粒綠呢 那麼他的演說內容是什麼呢 大致上是這樣說的 他說如果前總統特朗普 再到入主白宮 他將會帶領美國走向危險政策之路 那麼他說呢 美國最高法院今年少做一行裁定 說特朗普可以主張任期期間所採取的行動 就是official acts omissions 具有限定的刑事起訴豁免權 我想這個是翻譯錯誤 應該說對於公務行為 是有絕對的刑事豁免權 但是對於非公務行為 就沒有豁免權 那就是你譬如殺人 強姦 放火 這些當然是沒有豁免權 但是今天你要說 我要徽軍打伊拉克 我要徽軍去幫烏克蘭 我要徽軍幫台灣 那麼最後很多美軍可能陣亡 那麼你這個地方就沒有刑事的責任可營 因為是official act 那麼Kamil Harris在全代會說呢 試想一下特朗普沒有烏蘭之下會如何呢 我同意put it back 如果拜登沒有烏蘭之下會如何呢 如果克林頓 希拉利 奧巴馬 甚至你Kamil Harris沒有烏蘭的情況之下 你本身導致這麼多非法移民進入美國 只是7月已經1953個中國人從美麥邊境 從南至北到美國 你遣返的包機一百多人 還有一千八千七個人在那裏 那麼一至六月的全部沒有被遣返 那麼你怎麼計呢 我不是跟你說 逐個逐個跟你計 你沒有這個烏蘭的時候 你Kamil Harris又是否需要負責呢 那麼Harris就設法將特朗普所有政策 這個就更加惡劣 特朗普已經說明這個project 2025是傳統基金會 Heritage Foundation 他們自己搞出來的一堆東西 有百多個人支持 922個文件 這個根本不是特朗普的藍圖 特朗普說過 問所未問也不予支持 因為裏面很多是違憲的 跟著這班民主黨的人繼續說 你特朗普和project2025有關 喂有沒有搞錯 人家已經否認 你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然後陰謀論 你根本上緊跟這個project2025的 你這樣含血噴人法 又是正確呢 他認為這份922個文件 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藍圖 各位 你真是承認特朗普有第二個任期 if有第二個任期 他的藍圖 不好意思特朗普已經說明 他不會採取這個project2025 他未看過 也都不同意 看過之後也都不同意 那麼Kamil Harris就說 從這份文件可以預見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狀況 這根本上是指虛烏有抹黑的行為 那奧透社上月報道 到這份文件大幅改 主張大幅改革聯邦政府 包括瑟減一些聯邦機構 大幅度擴張總統權力等等 他說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再次賦予他的權力 他打算做些什麼 都說他2016年至2020年 特朗普是否一個Dictator 美國是否一個獨裁專政的國家 如果要答yes的話 你可能要驗一下no 如果你說no的話 他請問他四年已經是絕對權力 他有沒有奪權 沒有 那麼你抽取他2021年 1月的時候 國會山莊事件 但是國會山莊事件 都說他很快已經說 即是勸退的人 甚至你會看到 他根本上不鼓勵衝擊 然後你整班人 子虛烏有不斷屈他 到今時今日 一個有罪判決都拿不出來 那麼我想請問你 你憑什麼指控他 是犯法呢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他說思考一下 他說他明顯意圖釋放襲擊 國會大廈執法人員的暴力 極端分子 明顯意圖監禁記者 政治對手 和任何視他為敵人的人 他說哪裏有 特朗普會對質記者 但是他如何意圖監禁記者 政治對手 和任何視他為敵人的人 做的就是你們這些民主黨 你weaponize到FBI、CIA 希望做到去監禁所有特朗普的事情 他那一宗很簡單 那一宗所謂的 所謂的暗口廢案 其實就是說選舉的資料申報不實案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很大的疑問 將他每個單據拆了三十幾個東西 全部告罪罪 然後用陪審團一致裁定 他罪名成立 現在還未判刑 都不知道他選舉前判 還是選舉後判 好了 在這個時候 哪個weaponize到FBI 的呢 就是你 民主黨 他說 他還沒有含意憑人 說特朗普明顯意圖 捕捉我們的現役軍隊 來對付我們自己的公民 哪裏 那你覺得 黑命貴運動的時候 你那個拍檔Tim Wilkes 放任黑命貴的人搞蘇聯是對的 原來 特朗普出動國民警衛軍去鎮壓 這些蘇聯是錯的 喂 怎麼搞錯 你要搞清楚什麼叫law and order 香港因為沒有law and order 所以我們很多抗暴 美國根本上是law and order 我們是支持警察 而不正執法的 兩件完全不同的事 Kermit Harris競選陣營經常攻擊 2015級說 由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 Heritage Foundation主導 很大程度是由 曾在Trump政府入職的人制定的 那就是不斷是這樣 將這件事 無限上綱 我覺得是荒謬絕倫 看看現在那個盤 Trump的賭盤 是正在贏 和反超了Kermit Harris 保守派智庫媒體 亦直指民主黨大背 成為敗筆 此話就這樣說 去到8月22日 Donald Trump在2024年 外面的賭盤 實現驚人的逆襲 在822 重新奪回優勢地位 超越了Kermit Harris 保守派的Bright Bart News 布萊巴特新聞報道 根據美國的RCP Real Clear Politics 追蹤的六個主要選舉的賭盤數據 Trump在其中五個賭盤 戰舉優勢 在所有六個賭盤的 綜合平均性當中 Trump是以50.3%領先 Kermit Harris的48.3% 接近2.0% 2% 這個標誌著選情的重大轉折 值得注意的是 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前 Kermit Harris在 在道判中明顯保持領先 根據Real Clear Politics 的數據顯示 當時哈利斯的平均勝率高達51.9% 領先Trump五個部分點 但是大會期間 Kermit Harris不單止失去了領先的優勢 他的勝算也出現了顯著下滑 這種情況極為罕見 通常全國代表大會為候選人 帶來短期的小陽春支持度的飆升 將而影響到賭盤的走勢 例如2020年全國 民主黨的大會期間 拜登在賭盤中的優勢 一直穩定領先Trump 而且幾乎未受影響 所以這一次這樣的 Real Clear Politics的說法 數據 令很多民主黨人非常驚訝 哈利斯在大會期間 賭盤的優勢造光的原因可能多方面 首先空洞的快樂口號難以打動理性的選民 無法解決通貨膨脹、國際衝突等迫切的問題 也無法微補近期政府數據修正之後 顯示近百萬個工作崗位流失的問題 第二 哈利斯既無法憑住他任期內的政績 也無法依靠清晰的政治理念來吸引選民 這一次的民主黨大會缺乏實質性的內容、政策想法和願景 除了攻擊邪惡的川普 即Evil Trump之外 幾乎沒有提出任何有效的論點 就連力挺民主黨的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的評論說 本次大會好像是對Trump的批判大會 而不是對未來政策的展望 另外民主黨的高層 例如前總統Barrick Obama 奧巴馬抗例 克林頓的夫婦 即是Bill Clinton和Hillary Clinton 他們在大會上的言論 根被知是涉及種族議題的操弄 例如前第一夫人Michelle Obama 暗指Trump因為種族的因素 而對他和他對奧巴馬的成功感到威脅 簡直是不知所謂 他根本上對於你的政見 對於你的道德 對於你的違法行為感到相當憤怒 而不是對你的種族有影響 如果今天Trump是因為你是黑人而排擠你的 那我當然不會絕對反對這件事 但今天不是這樣的 怎會說他是因為一個人的種族而這樣做呢 這全都是這些進步派左派抹黑右派保守派的伎倆 這番言論引發了保守派媒體的強烈批判 認為這是分化美國社會 可能會損害哈里斯陣營試圖營造的正面形象 而報導中相比 相比之下Trump的賭盤優勢保持穩定 這個可能源於各州民調的支撐 目前無論是搖擺州還是全國民意調查 Trump的支持率都超過了2016年和2020年 就是他當時僅以微弱的差距 在關鍵搖擺州落敗的水準 所以如果今天去選舉的話 Trump是會贏的 布萊巴特聲明也認為 儘管哈里斯在對陣Trump的民調中 表現優於拜登 但是民主黨的策略和主流媒體的偏袒 並未能幫助他在賭冠中超越Trump Trump不單止能夠保持競爭力 而且針對哈里斯提出的實質性質疑 包括了哈里斯擔任副總統三年半以來 一千三百多日以來 偵測立場模糊不清 選民無法明確了解他擔任總統之後的施政方向 另外他過去提出的政策建議廣手救病 譬如No Fracking 接著現在說 即是不會全面禁止fracking 那什麼叫做不會全面禁止fracking fracking就是用水力衝擊葉癌 來提煉石油的方式 開採石油的方式 報導總結說 在競爭過程中 Trump以政策為核心展開辯論 而哈里斯和他的競爭的搭檔華之 Tim Walls 就是中國有人說的田華 顯得缺乏實質內欲 空洞佛力 這種鮮明的對比 即使主流媒體也難以掩蓋 賭盤的變化 它只是反映了選民對這種對比的認知和反應 希望大家都明白這一點 Trump又如何炮轟呢 我想Trump就是有很多炮轟 但這個之前可以講一下 哈林頓 就是垂垂老耳 78歲 在8月21日 DMC第三日會議中 他竟然說 他聲音沙啞 雙手在抖震 他說 我已經是老了 但是Trump比我更老 嘩 用敢來射啊Trump 你自己無能你就算了 你為什麼射啊Trump呢 Trump是不是手震呢 是不是聲音沙啞呢 你跟著說你年輕過他一歲 就說Trump只會比你更弱 這個是不是有邏輯呢 我想大家要講一下邏輯 不是被一些感性的東西牽著鼻子走 OK 一路是這麼說Thank you Joe Thank you Joe 喊苦喊佛 我想如果一班最佳影帝 三個人競逐的 Thank you Joe Joe Biden就要喊喊喊喊喊喊 喊什麼 雙春悲秋被人政變落台 好傷心啊 賣喊 賣楊千華 江文慧 好了 另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克林頓 就賣老 我老 Trump更老 不要投他 另一個是什麼呢 賣王 就是這個奧巴馬 就是用呢 手比下面 就說他下面那個地方根本很小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說黃康來諷刺Trump 性能力缺乏 說真的 你那些左派支持那些所謂事實核實 事實調查 什麼 Fact check 是嗎 事實調查 事實核查中心 有沒有講過這件事 Barrett 奧巴馬 根本是做一些既侮辱人 也就是假的消息呢 還有人家性能力是怎樣 還有他算不算總統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男與女 他性能力是怎樣 還有他算不算總統有什麼關係呢 是嗎 是不是性能力不行 就不會做到運動員 性能力不行 就不會做到總統呢 我都莫名其妙 這是什麼規矩來的呢 就用這個方式來做是一個低級的趣味 這個不是humor humor是侮辱自己 其實是暗封別人 今天你不是侮辱自己 直接侮辱川普 這些不是humor 這個是誹謗 攻擊抹黑 唉 所以我看到真的很神經 然後他有一幕 在Clinton出來之前 播這個Trump和郭台銘 在威斯康新州動土要起其邦 當然這個地方是一個敗筆 因為郭台銘沒有投資到 最後空空如也 其實這個東西 反過來的話 很奇怪 那你諷刺Trump 被人騙了 即是這個 威斯康新州的投資案被詐騙的素材 你挑這個東西來講 那我問你 阿里桑南州 將中謀 TSMC 即是台積電 投資在這個 阿里桑南州 起廠 那你怎麼算呢 即是你將一些失敗的地址放大 成功例子 不斷 即是完全不說 跟著這件事 台灣人看 有什麼感想呢 我覺得很荒謬 即是你這樣做事的方式 只是偏面的事實 而不是能夠呈現全面的事實 OK 當然 另一個值得去談的地方 就是 小羅伯金乃迪 就是Robert F. Kennedy Jr. 他獨立候選人 獲得一定的票數 可能有2% 3% 那麼 他們的支持者 基本上 有一部份就是 如果你退選 就不投票 一部份就是 其餘剩下的 比較多數支持共和黨的 所以他在跟特朗普協商 就是說 Robert F. Kennedy Jr. 就在亞利桑羅州宣佈退選 根據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Super PAC的表示 他是想跟特朗普達成協議 他退選 接著支持特朗普 就換取他和他的一些盟友 可以有政府的職位 甚至某些州參選某些職位的資格 這件事就讓他們自己說 但我覺得這件事 影響不大 影響不大 因為他所掌握到的關鍵少數 不是那麼關鍵 其實最重要的是 特朗普本身能夠跑得贏 這個才是真的重點 但當然 少一個對手 對特朗普是有利的 不是對這個Harris有利的 很多的調查都看到這一點 就是說他會發表演說 當前歷史時刻 和他未來的道路是怎樣 那麼拭目以待是怎樣 可能大家在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已經知道結果 我暫時還未知道 那麼另外呢 這個也有批評特朗普的一些言論 批評特朗普的言論 其中一個就是 以前的副手 就是Mike Pence 彭斯 8月21日 會和這個 這個傳統基金會的創辦人 Ed Foyner 在華盛領郵務發表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就說 我們不可以走孤立主義的道路 他這樣寫的 美國必須堅決支持台灣 反對任何形式的孤立主義的觀點 就是背棄台灣 將會威脅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安全和範圍 他回首1950年代的馬雅塞 當時抗中共挺台灣 是印太戰略的基石 他說現在共和黨裡有一種令人擔憂的孤立主義 就是所謂棄台論 甚至有人指出 美國和台灣差距9500英里 他說台灣如果一旦淪陷 就會導致核武的軍備競賽 而各國將會擴充它的核武庫 這個是不堪設想 所以希望他們幫一下陶刀立地成分 各位我會覺得這樣 你看Mike Johnson 不是Mike Pence 是Mike Johnson 眾議院的speaker 議長 以及特朗普一直的表態都在說 他們是奉行 要反對干預主義 什麼都干預一大堆 也都反對一種孤立主義 什麼都不干預 特朗普當然會支持台灣 你說加保護費這一點 就是說你看北卡羅來納州 特朗普那邊 你自己 我其實每一個Ready 我都希望全段 由頭由他槍 God bless the USA 一路看到尾 希望大家花多點時間看他的演講 看他的語氣 前後說些什麼 不要受那些阻害媒體 不斷污染自己的腦袋 我記得北卡州 他裝了防彈玻璃的 不是那一場 因為北卡州 北卡州的行食美瑞事件 當然這個secret service 做好防護工作 我非常感謝 特朗普講到什麼呢 特朗普就說 喂 現在有一些說法 就是說 他去北約 有人問他 有些國家的元首問他 他不問誰 我不給錢 你是不是先不補我 Traumat是 他說 難道我和你說 你不給錢 我都是照顧你的 你便是freerider 你便坐便車 這個不行 一定要給 即是同樣對台灣說 我要你GDP5% 你一定要給 不讓我不補你 那就代表他不補台灣 他一定要這樣做 他都說明這是一個談判的策略 你如果不跟他說清楚 你不給錢 我不補你的話 他便不給錢 他沒有任何理由要給錢 而想一想 德國法國 日本台灣韓國這些國家 受到美國保護的 不給錢 袖手旁觀 對不對 即我只是講一個fair的問題 你自己想一想 究竟什麼才是fair 要談 但你說我不給了 我只是給雞毛那麼多 豉油我出 雞你出 美國你出 通不通呢 我覺得不fair 這個已經不是馬歇爾計劃 要處理的問題 現在2024年 不是1944年 不是1945年 46年 47年 不是這件事的了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時空已經不同 所以我想每一個國家 給一個share 可以和美國談 量 時間 和換取什麼更多的條件 但是 不是說你 我什麼都不給 你怎麼可能這樣呢 這樣的情況很脆弱 即美國幫你的人情 幫你的道理 當你形成契約關係 保護關係的時候 完全不同 這樣你都不明白 所以那些左膠完全沒有辦法 是下從不可與兵 因為他們是stupid 他們不知道contract commitment 和gratitude 一個叫做grace的分別 即這個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 你想哪一樣呢 我寧願就是君君真真好過 OK 君真之餘 真是出事 你都要補 我就說美國需要補台灣 不需要補烏克蘭 可能用韓子模式 停下他算數 第一 要補台灣 這個是基本的原則 很多人是完全 反對我這種說法的 我想就是 下從不可與兵 我不知道怎麼說的 就是 這幫人這樣看 所以不如說彭斯這樣的道理 他真的不知道人家在想什麼 你只是抓住人家說的 一言半語 隻言潘語 在吹到自己是一個 一定要補台灣 你小心孤立主義 都說明 特朗普不奉行孤立主義 如果奉行孤立主義 他為什麼要打ISIS 為什麼要見金仔 為什麼要見習近平 為什麼要見普京 為什麼要做很多事情 跟不同國家去 說你們全部那些東西 要加你關稅 你想想 他是不是孤立主義 你看回2016年到2020年的歷史 他真的是孤立主義嗎 是不是 蓬佩奧見誰 有沒有見黎智 有沒有見李柱銘 有沒有見黃之鋒 有沒有見羅冠聰 You name it 然後你說這就是蓬佩奧 蓬佩奧是 Donald Trump請的人 是他的 他的國務卿 怎麼可能說 國務卿見 就不等於總統見 真是好笑 有筆很好笑的人 在說完這些很無聊的事情 說回了 特朗普的勢力延遲風格 在8月22日 透過自家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猛烈抨擊 副總統 Kamel Harris 他在DNC上面的演說內容 他說 這個 這個 Harris 黑以為被包括中國 在內諸多的關鍵議題 演說內容 空洞 缺乏實質政策 Fox News報導 特朗普 在Kamelin Harris的演說結束之後 立即 開明健身的話 他沒有提到中國 沒有提到葉岩油開彩 沒有提到能源 沒有認真講到俄羅斯和烏克蘭 他沒有提到那些政策 摧毀我們國家的重大議題 他進一步批評Harris 迴避美國的貧困問題 他說 在他們的治理之下 美國有六千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而他的隻字不提 針對Harris 提及他在舊金山 三藩市 San Francisco 任職期間的成績 特朗普就繼續這樣說 他說 在談論他摧毀三藩市以前 那裡又很美好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好的主意 特朗普就直指Harris的演說 缺乏實質內容 他說 沒有具體方案 全是空談 沒有行動 為什麼他三年前不做呢 特朗普更加以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 來形容這個 Radical left lunatic 來形容這個Harris 並且認為他在美國 被全世界嘲笑的時候 他只是代表著無能和軟弱 這些批評不單止針對Harris個人 更加針對整個拜登政府 所有政策做質疑 再次突顯了 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治國理念上的 根本分歧 同時看到特朗普也召入 Fox News的節目 狂批Harris十分鐘之後 最後時間到馬上斷斷 那當然Fox News的主播 就是Bred Byer 和你的Martha McCollum 多次試圖插話去問話 當然你要面對一個七十八歲的人 他不是老 而不斷 特朗普的風格就是滔滔不絕 那他不斷就說 特朗普就說 Harris批評特朗普 巴結獨裁者 危害民主 背叛美國價值 完全是假話 對這番說話強而不滿 因為特朗普是不認真的人 當然連續噴這麼多 基本上是狂鬧他 那左派媒體就不斷就說 那些人剪刀的時候 都是這個sharp cut 你全部都不懂什麼 這個重要嗎 十分鐘說話 鬧得好鬧得厲害 是不是 主持人 我都說Fox就是中間派媒體 他不是右派媒體 那主持人就說 Harris在女性西語系 和非裔的選民中 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時候 特朗普就反駁說 他沒有成功 是我成功 他在西語裔 即那些Hispanic的選民中 做得很好 不是他 是我 特朗普 在非裔男性中做得很好 在女性中都做得很好 這是特朗普的指信 而你問我 我會覺得 我沒有辦法否認 這些地方 Harris可能有部分是佔優的 尤其在 African 即那些黑人當中是佔優的 我想這個毫無疑問 但問題就是說 他佔優的情況 不是穩定的佔優 而且特朗普 表現是比2016和2020年都要好 無論看哪一個民意調查 看這三個範疇 都是往上升了 OK 所以我就說 Not bad 而且這件事是good的 即是我覺得是好事 當然我知道 最近Mike Pence有個批評 甚至有個以前的拍檔 Nikki Hailey 都對於我覺得 Nikki Hailey 比Mike Pence 好 Mike Pence是stupid的 他聽不明白別人說的說話 Nikki Hailey想爭大位 他想和特朗普撼過 當然在初選期間很多牙齒印 但今時今日他都說 全黨都聽特朗普 你這些民主黨不要再說 你那些小布殊不來 我們那些克林頓 奧巴馬來 完全沒有關係 那些有什麼意義 This nonsense 選舉不是這些元老選的 是選民選的 再加上就是 Nikki Hailey 她的對手都團結挺Trump 她提醒特朗普幾件事 我覺得這個提醒非常好的 就是說 你不要經常說 你別人什麼 Kamber Harris 的種族問題 說他是不是黑人 說他stupid 說他低智商 說他經常得嘆笑 不要說這些 說這些東西 喜歡特朗普的人 Stay here 不喜歡你的人 繼續罵得更厲害 中間派你爭取不到 你說的東西是說事實根據 兩個I Immigration and Inflation 都夠你說的 那我希望這件事 就是這個海利 就是Hailey的 一些說法 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同 那民主黨是 修改過它的黨綱 就恢復四年前 所謂的 刪除過的一中政策 四年前刪除一中政 現在中國one-channel policy 不是原則 不是中國那種原則 是policy 美國的一中政策 一直都是 一個中國 可以有一個 另外可以另外一個 一個台灣 台灣地位未定論 OK 團大二七五百號決議 我們以前說過很多次 現在不再重複了 一中政策 重新第一次 將列根時代的六項 對台保證 擺入政港 那裏 接著一班台灣學生 你看民主黨好 這個一直都是跨黨派的共識 它無法解釋 有兩檔的差別 我們今天是總統選舉 跨黨派對於反共抗中挺台 基本上是形成一個共識 這個沒有改變 沒有加分也沒有減分 這些就是虛放日照 不代表更挺台灣 我想就不要這樣想 反而我擔心拜登現在的狀況 因為拜登只是鋪路 又想見什麼呢 又想見閘豬頭 這個我就要先指聲明 他這樣的情況 完全是 他已經放棄了選舉 他就變成另一個機身格 他變成一個老人家 是見小於天下 接著他現在要見閘豬頭 是不是瘋了呢 美國新聞網站Axios 23號 獨家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披露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這個曾經提出的建議 當時是奧巴馬主政Hillary Clinton 是做副總統的時候 Hillary Clinton找了Jake Sullivan 提出的建議就是 將美國和中國做談判 和中共做談判 中共對美國擁有的國債 全部可以歸零 但是中國不再要美國還錢了 但是台灣就讓了給中國 多麼可怕 如果這樣成功的話 我今天也不是這個地方 可能我已經在香港的監獄裡面 這樣的人都有 所以你說我對這些人 怎麼會有好感呢 我差點被你害死 是不是 所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下個星期訪問中國 並且將會會見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 為今年稍後美國總統拜登 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面 奠定基礎的 黃毫得人害怕 即是這個廢登 未來這半年 即是他都廢到無論 我怕他亂說話 還有別人笑你 看著你笑 蘇利文在拜登任內 曾經在意大利的 羅馬、盧森堡、奧地利、 維亞納和泰國、曼谷等地 和中國官員會面 討論美中軍事關係 中國是中東的角色 烏克蘭戰爭等各種議題 去到本月的27至29日 他將會首次訪問中國 這個時候正值美國總統大選 開始進入最後衝刺階段 剛剛拿到民主黨總統候選資格的 哈利斯和共和黨的對手特朗普 都會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 我覺得哈利斯軟弱特朗強硬 儘管身為副總統的哈利斯 堅守拜登的對中政策 但外國仍然渴望 深入了解的外交政策重點 這些就是左膠說的東西 根本就是他沒有說過 堅守拜登的對中政策 哪個時候他說過 他甚至沒有說 中國關稅都要撤 我想中國很強調這點 你撤關稅 否則我們不能再重計地方 逼美國 逼拜登 喊喊喊喊喊喊 鄧文慧 楊千華 繼續喊喊喊喊 至於特朗普早前已經提議 最真人 這些都是全世界最大的領袖 喊喊什麼 有什麼這麼好喊喊 拜登是因為你哭被人逼下台 對哭自己被人的支持很感動 兩樣東西都是weak的表現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感動 你做一個全世界最大的head 你應該有一種威疑 而不在那裡哭 哭什麼 因為沒有哭 至於特朗普早已經提議對中國所有的進口商品貨徵60%以上的關稅 並明確表示他將中國視為明顯的經濟威脅 而且他亦是美國兩黨對中國採取更具對抗性的推手 特朗普近日更加在北卡羅來納州的競選活動中警告 中國政計劃攻擊台灣 但他還未提供證據 也不需要提供證據 你繼續攻擊台灣 特朗普再說一次 If you bomb Taiwan, we will bomb Beijing We will say it and we will do it Jick Sullivan這個行程將會在拜登任內 和習近平最後一次會面的奠定基礎 很可怕 我這些人做了一些事情 令人相當荒謬 撿回的美彩 是不是 他想延續究 你今天傳遞的訊息是什麼呢 普京俄羅斯是美國的頭號敵人 習近平是合作對象 It's really wrong 你不要跟我說一大堆什麼 寄競爭的合作 寫什麼國會報告 跨黨派抗中 你的行為 告訴大家 你整個地緣政治的想法是什麼 他延續去年11月 舊金山 即是三藩市拜集會的成果 拜登執政初期將會 和中國爭奪 正經的政治權力 影響力 尤其是半導體領域的影響力 當作外交政策核心 但也強調美中建立穩固的相片關係首要任務 即是基辛格主義 在退出 雖正主義、投降主義 在退出總統選見之後 拜登表示將會花更多時間外交事務 包括更加常常出訪 拜習預計11月美國大選之後 出席在巴西居行的G20領袖公會 如果特朗普當選 或者選舉未有結果的時候 你做這些事情 只會搞亂整件事 所以拜登 我覺得這個時候 你是看守的總統 你不應該做這些說法 所以我對拜登非常有意見 本月稍早美國財政部主管 國際金融的助理部長 Brent Neiman 即是黎曼 率團 經濟代表團 經濟代表團 訪問中國 和中國人民銀行 央行的副行長 孫昌為首的中國官員 討論金融穩定和全球經濟成長 先前美國裁長葉倫 也曾牽線美中成立兩個工作小組 共享經濟信息 維持整體溝通管道的暢通 當然這些就是所謂的外交 然後我就說 美中關係不應該建立在這種 又傾又債的外交中 兩個大字 阻嚇 強力阻嚇 宣告你是我們的頭等威脅 阻嚇 這才是美國應該要做的事 可惜賢者津津聽者妙妙 日本自民黨岸田文雄也不會再做下去了 他不做下去的原因為什麼呢 我告訴大家 拜登出賣了他 拜登出賣了他 2000億日日日日日用的錢 拜登要安田文雄幫護烏克烏 安田文雄出責了 回到國會上說Yes 從沒有辦法拜登突然不選 安田文雄出責了這2000億日日日日 也一樣是60幾億的美金 其實是為了 基本上是給拜登免免的 你拜登不選 我commit這筆錢 不是打水票 那我就覺得 你不選 我都不選 我們commitment才作廢 他不選 他不選的話 就讓給其他人 反正他民望都低 讓給誰 是不是石破茂呢 我聽到最新的消息 就不一定是 因為有一些大佬開始不支持他 石破茂是一個比較親 以前親過中 現在親回台 是不是給小泉 晉次郎呢 這個比較有可能 所以日本的政局 朴朔迷離 而且十月底 十一月 可能會 要解散國會大選 就是說 先換了總裁 先換了總理 之後再交付全民 去做國會的選舉 國會選舉 自民黨再當選的機會很大 看回各個派系之間 分到的席位 再看內閣如何部署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思路 所以我想在日本的大選 極可能和美國大選 是同步的時間做的 英國大選完 我們知道了 台灣今年年初大選完 所以十月十一月是兩個大國的大選 日本和美國 大家要拭目以待 而歐盟對中國的電動車 貨精高達36.3%的關稅 Tesla就是9% 中國跳腳 非常不生氣 但印度和日本外長 二加二的新德里峰會 也都召開完畢了 所以看到全世界國家 自由國家 也都站在一起 中國要離間 歐洲和美國關係 其實不得要拎 他繼續做 只是做些無用工 我想最終都沒有意義 所以到今時今日 很多很詭異的事情會出現 未來9月10日 ABC 就是Trump和Harris的辯論 10月1日 就是J.D. Vance 和Tim Walz 之間副總統的辯論 大家會拭目以待 辯論的結果 會影響到選戰 哪方面支持誰 所以很大關鍵 就是October surprise 最後30天 衝刺的時候 會不會突發事件出現 也有可能 所以 現在說誰贏呢 維持上早 我是很擔心選舉制度的 而更加擔心的就是說 即是今時今日 即是美國人 是受阻礁影響緊要 還是受常識 根據常識來行事 OK 其實這是最關鍵的一點 希望美國能夠好 我才能夠安全 而美國能夠好 共產黨一直衰落下去 還有一天香港會光復 希望大家不要死 好好活 準備好 等運到 光明始終會到來的 在台灣的朋友 報名參加台灣大學 8月25日 Trump and Trump Nayton Law的新書發布會 希望大家準時來到 我們到時候再一起聊天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會